這是斷頭大跳樓 這是老百姓普世不好 然後他必須要去救他 他怎麼能被救到 在政治的世界裡 全謀運作 耳魚我詐 虛情假意 利益糾葛 檯面上下千言萬語 也道不盡這許多恩怨情仇 然而在漫畫的世界中 簡單的幾筆線條 鮮明的造型特征 在報紙的一個小方格內 就能夠隱喻嘲諷 髒痞食證人物 所以當政治人物上了政治漫畫 恐怕既不能以太政治的心情 來看待他 因為如此可能會被欺詐 而且也不能以太漫畫的態度 來解讀他 因為沒有人敢低估他的影響力 所以當政治遇上漫畫 政治人物被畫成漫畫人物 通常只有兩種結果 嘲笑或是咆哮 或是咆哮 當政治遇上漫畫 嚴肅的政治議題變得有趣了 當漫畫遇上政治 漫畫也變得江湖了 翻開報紙 文字堆裡幾筆簡單的線條 加上簡潔有力的文字 成就了報紙上一支獨秀的政治評論漫畫 寫文字的人就是會畫一大堆啊 明明要評論一個點 他都要繞一大圈啊 漫畫的人就很簡單啊 你把會畫去除掉 就是單點就突破了啊 一針就要見血啊 所以一千個文字不如 不如一張照片啊 一張照片 一千張照片 不如一張漫畫 打破之節 跳過言語的障礙 政治評論漫畫家 渝夫 一語道出了政治漫畫 之所以能夠 獨領風騷的原因 然而這樣的一種政治幽默 對曾經長期處在 威權統治下的中國人來說 政治漫畫 代表的正是一條漫長而崎嶇的民主之路 在這個解念以前的話 我們原則上來說 他多半都是宣傳性的 反共性的東西啊 是最多 對其他人而言 政治漫畫的眼鏡是歷史 但是對前漫畫學會理事長 李產來說 政治漫畫是他的生活記錄 李產和政治漫畫 一同見證了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美麗島事件前後 台灣掀起了一股特殊的 黨外政治文化潮流 各種型色的黨外雜誌紛紛開辦 反共性質的政治漫畫被否定 取而代之的是被塑造成 解放政治神話工具的政治漫畫 漫畫本身是一個比較容易傳達 而且容易讓讀者 從很趣味中 去意味到一些政治的意識在裡頭 很少人知道 現任立法委員簡熙街 在黨外雜誌盛行的年代 也是一名政治漫畫家 簡熙街手上的漫畫甘情本 在當年是被列為禁書的 而這裡面的每一幅漫畫 都記錄著對抗威權統治的足跡 老花筒他可以坐在馬桶上去開會 他要棘手嘛 他因為他是指手 就不用花眼子要棘手 所以我們有一個輔助他棘手的 他就要一按 他手都是很擠起來 像這樣很簡單的 一漫畫就可以把老花筒 就把他消遣的 這些老花筒一定要讓他下台 當初我們在推動國會前面改選 都是用很多 像老花筒死了 我們就不能告官論典 因為他在立法案 都是棘手牌的 都是棘手的 所以他死了 手也是高高擠起來 還是換不下來 手都僵硬掉了 若是這樣的 用諷刺的方式 就可以把當年的 那些政治非常不合理的現象 來表達 比長篇大論容易 讓人家會心理一下 而且對於這 非常非常深刻的 希望改變他 誰說漫畫家對於歷史的創造沒有貢獻 民國80年12月21號 被稱為老賊的老民代全面退職 國會得以改選 台灣的民主政治向前邁進了 不過這些看似簡單的政治漫畫 相對於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卻猶如芒刺在背 我當時我在工廠裡當廠長 那他就有 請自黨委的人 他說他是調查局的 他帶我工廠去 我們同事都很害怕 因為從來沒有請自人到過工廠 所以那一次 假設我退縮了 我想整個 我在工廠 就幾乎沒辦法再領導 所以他們又把我歸成異類 都不敢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一回到工廠 我就拿起電話 就開始用三字去罵他 我罵他 你有膽你就放馬過來 最怕就是你的漫畫的符號裡邊 是把黨會要畫少了兩個角 那認為你有問題 或者你畫了 畫出來像個五星旗 那五星的這個 有一點 那這動策 就怕是 給你加上一個匪碟的這個 這個免疫上面去 之前啊 行政單位會偶爾來看看 我是不是還在這裡畫 在我的工作室去看 我是不是還在這裡畫 到時候要抓人抓得到 那我那時候把所有的這個 財產都移開來了 因為他們用毀謗罪來辦 所以我到現在一毛錢沒有 就是這樣 雖然是一句玩笑話 但是卻是漁夫最切身 經歷過的一段打壓歲月 那時候氣氛就是有外部規範 白色恐怖的時代嘛 在戒嚴的時代嘛 那時候你怎麼可以隨便畫一個人 我那時候在中國時報畫一個王永慶 常常主義就叫拿掉 王永慶耶 以前的新聞圈有個老規矩 就是蔣經國 李煥和康寧祥這三個人 是絕對不能碰 更早期編輯還會特別叮嚀漫畫家 千萬不能把政治人物畫得太像 不過一向顛覆傳統的漁夫 還是突破了禁忌 我喜歡做突破的事情啊 做顛覆的事情啊 我不再喜歡畫那個有關單位啊 連經紀部長都不能畫 那個時代也可以這樣想像啊 財政部長不能畫 通通不能畫 官員通通不能畫 只能畫有關單位 那我們在那個時候碰到的 剛好是報禁解除了嘛 所以我是從報禁解除那個時代 真正的起來 開始去突破嘛 就是把政治人物通通都帶進來 把肖像通通都帶進漫畫裡面 這才叫做政治漫畫 這才是開始的嘛 德國著名的政治漫畫家奧斯卡曾說 被人當作娛樂的對象 是現代政客的必備修養 正因為政治人物是新聞事件的靈魂 也就免不了成為漫畫家筆下的人物 不過評論評論 被政治評論漫畫家看上的政治人物 卻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雅亮被人幽默一下 我有被控告過一次就是廖福本 廖福本告到新聞評議會去 新聞評議會要我回覆 那我回覆回覆的很簡單 我說廖委員 那時候他是大黨編 我說廖委員係公眾人物 所為之事呢 可以啊可受公平 所以廖委員請不必靠腰 我就寫靠腰兩個字給他 所以這件事也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我們到現在來 整個那種前期的過程已經都突破了嘛 所以到現在為止 現在畫漫畫裡變成是 政治人物如果沒有被我們畫到 還會打電話來說 拜託我是不夠出名 你又沒辦法揚 那叫劍骨頭 而長期觀察政治 又身處南台灣的政治評論漫畫家 童錦帽 對媒體重北青南的新聞處理方式 很不以為然 他覺得高雄人也應該擁有 屬於自己的政治觀點 這幅以最近一次 全國縣市長的民意調查 為主題的政治漫畫 是童錦帽將政治漫畫的舞台 伸展到戶外的第一炮 最後在五湖山路嘛 五湖山路我要用一個 這樣的大看板嘛 好 好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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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啦,會倒了 你配對話講,說大家都不會講話 裡面有瑕疵,有些他叫我改善 但是他改善的時候,拍電話跟我聯繫之後 他說他會寄那個要怎麼改善的那個通知給我 那事實上都還沒有寄到 並且呢,昨天還信聰答跟我說 絕對不會拆,絕對不會拆 那早上10點,10點多嘛 他就偷偷跑去把它拆掉 我長期我都是幾乎站在一個批判的角色嘛 譬如說當初從介營時期 事實上我也都是一直在批判執政當局 那好像以前是我批判之後呢 他大概會請我喝個咖啡 這個咖啡就是約談啊什麼的 那還不像說這一次我還沒有掛上去 我只是一先預告而已 他就先把我拆掉了 好這是